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一个生命历程里 它一直卖的都是非常的好的 而且它在二手车市场里边的保有量 包括说保值率都是非常巨大的 保值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长轴版本对于家用来说 对于我们国内的一些买车的群体 它更喜欢 因为它的后排空间更大了 两米九度的轴距后排空间比较充裕 这款车一直卖的都比较的好 我身边这台是14款的 14款的320LI的基础版本 也就是时尚版本 当时358800 落地将近378万这样 目前14年上牌的 目前是个人一手 仅跑了8万公里 机盖车顶后盖都是原漆 外观有一些寡蹭补漆 目前它在市场里边的价格 基本上在15万左右 你能够买到一台非常精品的 宝马320长轴版本 打开发动机舱咱们聊聊 这台重置的2.0T的发动机 给宝马带来了184匹的马力 这台前至后去的车型 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冬天在一些雪地的环境下使用 它会有一些甩尾的现象 184匹的马力匹配上一台财福的8AT 使这辆车整个动力总成非常的平顺 而且换挡的这种逻辑 整个的动力匹配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大家都说宝马3系开着好开 也的确它开着好开 这台N20B20的发动机 最大的问题就是渗漏 目前我们这台车行驶了8万公里 全程的一个4S店保养的一个状态 目前没有任何的渗漏 所以说车型跟车型之间 怎么去保养 怎么去维护 决定了一台二手车的车况 所以说大家不要很主观的 把自己的这种固有的看法 放在每台车上 每台车都有不同的车况 这就是二手车我们去选择 我们要注意的一点 一车一旷 一旷一驾 目前这样吃饭 车头没有任何的事故 右前灯有过一个更换 有过一个挂蹭 有过一个更换右前灯 车底后盖圆漆 其余的都是这种喷漆的修复 咱们坐进车内 给大家分享一下空间和配置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飞淘车记 跟我们留言提问 我们会不定期的给大家集中的回复 好了 这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